蒋家费尽力气 牺牲了族中几名子弟的官位 也没能把蒋氏从大牢里弄出来 幸运的是 他一日未被定罪 那就一日不能算是个罪人 蒋家还能自欺欺人一下 可他的父兄 为了压下家族的不满 已经心力交瘁 实在是没法做更多的了 赵爵拒绝再救妻子 连他所生的赵泽和赵湘也厌弃了 丢给了母亲牛氏照看 他们在京城里 另了一个小宅子住下 赵爵开始到处拜访亲友 四处撒钱 想要谋一个差事 被送到京城的赵炯遗孩 最终被草草藏在了 城郊赵家家庙后山 一个很偏僻的地方 赵爵的经历都放在找差事上 根本就没对王妇的后事 有多少关注 过年都没打发人去上个坟 亲友都觉得看不过眼了 赵炯犯的罪再重 他到底还是赵爵的亲生父亲 这赵爵怎么就昏了头 连孝道都不顾了呢 还有那牛氏 当年为了嫁给赵炯 也算是豁出去了 连明杰都不顾 如今却说气就气 赵炯再不急 也没对不起他的地方 传言还是因为听了他的谗言 方才会对继母嫡嫡嫡下毒手的 一出事 他撇得到轻 熟此狠毒的妇人实在少见 也难怪会教养出赵爵这样的不孝子了 愿意帮助小掌房的人更少了 倒是有一位赵老郡公爷的旧部 不知出于什么心理 给赵爵弄了个锦州附近县城的九品巡检之味 这种芝麻绿豆官还是在边境 就是个炮灰的命 赵爵从前是绝对看不上的 可他却欢欢喜喜的打包行李 准备上路了 皇帝这边的人 已经迅速盯上了那位郡公爷旧部 张氏听完卢云鹏讲述的案情发展后 沉默了许久 皇帝没有下旨让赵伟席爵 不过广平王说了 等赵伟再大几岁 旨意就会下来的 但张氏已经不再关心这件事了 小掌房为了这个贱男侯的爵位 把一家人搞成如今这个下场 可见这是个火根 他说 尾根还小呢 爵位的事不着急 我们一切听从皇上的旨意 替我谢过广平王殿下 请他不必再为此事费心了 我们祖孙三人 如今过着清静日子 倒也舒心 卢云鹏愣了愣 随即恭敬地迎声退了下去 张氏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对着李家探头出来偷看的孙子孙女 微微一笑 好了 案子算是暂时告一段落 小掌房有那样的下场 也算是报应 往后我们不必再理会那边 只管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 赵秀眨了眨眼 露出一个灿烂的微笑 赵伟大声地问 祖母 祖小二告诉我 后日十九 拓林有庙会 咱们去看吗 转眼五年过去 已是成庆六年的牧春三月 再过三个月 赵秀就要满七周岁了 曾经连路都走不稳的小小孩童 如今高度已经四尺有余 比同龄的女童都要长得高挑些 五官生得越发地秀丽出尘 已经隐隐可以看出是个美人胚子 人长大了 自然跟以前小时候不能比 她如今也读了几年书 针线活 管家技能和仪态规矩什么的 都学了不少 出去见人 也是叫人挑不出错来的小淑女一名 只是在家里少了忌讳 难免要露出点本性来 张氏宠爱孙女 只要赵秀不是做了太过分的事 是不会约束她的 赵秀心里常常的庆幸 有一位思想开明的长辈 趁是太早运了 他完成了今天的书法练习 揉了揉发酸的手腕 再看一眼旁边厚厚一叠画册 犹豫了一下 决定还是先行休息的好 学习也要劳逸结合嘛 张氏对孙子孙女的教养非常严格 孙子大了以后 就要送出去学堂里求学 孙女却是日日在她跟前的 她本是书香名门之后 只是小时候家境清贫 因此在学习方面就留下了不少的遗憾 后来嫁进赵家 有了条件 就尽他所能的去学习更多的东西 赵老俊公虽然是年纪大了 又是五人 但对这个年轻的小妻子是真心爱重 只要是力所能及的 无论是名家说话还是古籍字铁 埋也好 墙也好 总能为他弄回来 他常年在外征战 张氏凭着这点爱好 非常平静地熬过了艰难的十几年 从不给他添麻烦 因此也越发地受他敬重 张氏如今有时间 有条件 也有学问水平 见小孙女对这方面颇有天分 自然是喜出望外 费尽心力地教导了 赵秀其实心里也曾后悔过 当初表现得太不知收敛了 他本是成年人穿越而来 小时候在现代也曾上过兴趣班 学过书法绘画 水平不算很高 但如果是以初学者的身份来施展的话 自然会叫人惊艳 没想到张氏就误会了 以为他真有过人的天赋 更加用心地教导 赵秀心中较苦 但看到祖母期望这么高 又不想让他失望难过 加上赵秀本人确实对书法绘画 颇有兴趣 就更加地用心去学习了 几年下来成果斐然 张氏对孙女的学习成果非常满意 更惊讶于他在绘画一道 颇有些不俗 画法技巧都与别人不同 隐隐有些独成一派的迹象 所以在这方面更注重些 赵秀没法解释 其实他是把从前学过的西方水彩画法 和光影处理技巧给用在了国画当中 在现代没什么出奇的 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努力了 这努力的结果就是每日的练习分量 加倍了 每日练字一个时辰 练画一个时辰 这是最基本的作业 日后随着水平上升 还要再加码 赵秀同时还要学习 诗词歌赋 精识子集 针线女工 这学习负担之重 简直赶超高考生 从今年初开始 他还要旁听祖母管家 再过两年就要亲身实践了 赵秀小姑娘 每日都过着规律而苦逼的小日子 今天练字的任务完成 早上也背过书了 赵秀算了算剩下的任务 再看看天时还早 觉得今天自己大概可以稍微松口气 就离开了书桌 跑到外头活动活动身体 张氏在堂屋里听卢妈 汇报今天采买肉菜的花费 猪肉多少斤 花了多少钱 青菜多少斤 花了多少钱 市面上米价多少 面价多少 市集中 运了肉菜来卖的农人 提及乡下田地里 粮食和棉花的生长情况如何 非常琐碎 赵秀听了几耳朵 觉得跟昨天差不多 就悄悄地溜出了院门 幸好他如今长大了些 哥哥又搬离了这个院子 他盖住到厢房去了 要溜出去比以前方便许多 不然他要是还住在堂屋旁的房间 这一举一动都在祖母的眼皮子底下 是万万没那么自由的 赵卫如今住的院子就在隔壁 起步路就到了 但他如今每日都要去私塾上课 这回子并不在家 赵秀过来不是为了找他 而是为了借地方练练拳的 当年他从广平王世子高真和卢云鹏处 学了三套拳法 十天里总要抽出三四天的时间来打几遍 一来是强神健体 二来也是为了增加自保之力 正因为他常年打拳 又常常绕着宅子跑步 运动量不小 因此长得比同龄的小姑娘都要高 身体情况也一直很好 五年来几乎没生过病 张氏本来不喜欢他学拳教功夫的 见他健康好转就不再阻拦 只是不许他在人前打 每每见到他练习也要说上两句 所以赵秀就趁着张氏正忙 跑哥哥的院子来练习了 他的哥哥赵伟 今年刚满十一周岁 已是翩翩清俊少年一名 他是在三年前搬离祖母的院子的 虽说是独居一院 其实只是个小跨院而已 张氏当初刚回到凤贤赵家二房老宅时 因赵炯先回一步 占据了正院的正房 他搬进来时 虽然赵炯不在 他却不耐烦见到他的东西 所以就住进了正院后头的院子 那里本就是为家中长辈所设的 即使没有帆船的变故 张氏身为老郡公的济室 也该住在这里 因此无人认为这样不妥 后来赵炯坠马受伤 被蒲从高城送进了东院 战壁张氏锋芒 这正院就空了下来 被张氏当成是待客的地方 直到赵炯和蒋氏被送走 赵家小掌房丢失爵位后 再也没人回来过 这个安排就延续了下来 张氏自认双居 无论家主由谁担任 他都不打算再以当家主母的身份 住进正院了 虽然现在他确确实实 就是赵家二房的当家主母无疑 正院后头的这个院子 地方不小 房屋用料也是上家 当初郡公爷命人建造时 本就打了 年纪大了以后 带着妻子回来养老的主意 虽然一直未能成形 但屋子却是没人胆敢偷工减料的 当中又用了不少太祖皇帝 传下来的巧妙机关 使得这屋子虽然外表看着平常 实际上住着却相当舒适 若不是因为赵伟年纪健大 张氏也有意培养他独立自主的能力 不希望他因为常年养在妇人之手 而少了男子气概 故而极力地赞成他独居医院 他还真不介意在这个院子里多住几年 不过张氏也舍不得孙子离得太远 更因为老宅占地大 东西中三路前后五进房屋外 又有多个附着的小跨院 不认得路的外人 说不定逛着逛着就迷了路 如今他们只有祖孙三人住在这里 男女仆从人数也不多 许多院子都锁了起来 附近少人经过 安全问题不容忽视 所以就将它安置在了隔壁的小院子 出入算是方便 饮食起居方面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可以让赵伟适应良好 只是这院子地方就小了点 正房三间 左右厢房各一间 都是平房 再种了几棵老树 连天井也比张氏的院子小了将近一半 赵伟居住是没问题的 练起拳法也勉强地够地方 但是想要练习骑射就显得太窄了 卢云鹏从去年开始 正式教他骑马射箭和十八班兵器 张氏就让人把东路的前院拆了 建成一个大大的轿场 给他们师徒使用 赵伟平时练武都不再留在这个院子里 但院子角落中还留着他从前用过的木人等物 赵秀进了院子 跟院中负责撒扫的两个婆子打了招呼 寻了个借口将他们支开 就开始练拳 一刻钟内打了两遍的拳法 出了一身汗 顿时觉得浑身舒爽多了 眼见着那两个婆子回来了 他便返回祖母的院子 打算继续的练习绘画 回房前 张氏看到他在院子里走过 就把他叫进了堂屋里 几年开春 上海的雨水就比往年多 虽说是好事 但也怕会成了烙灾 我一吩咐下去 让人在我们家的地周边 挖堂开渠一备万一 这事儿让你卢叔去办 只是所需的钱两还要再核算核算 账房的人有事要做腾不出手来 卢妈算术不太拿手 你去替他算一算账 赵秀以前也做过这种事儿 忙答应了 就坐在一旁 接过卢妈手里的账簿 听他一项一项抱来 然后算出所需要的钱两数目 又拿纸重新抄写过 整整齐齐的 虽然没有画表格 但也一目了然 卢妈赞叹不已 我们家大姐真是聪明 是里霸乡 谁不知道我们大姐 是九名的神童呢 在这点年纪 字写得比人家强 画也画得比人家强 扎得花跟真的似的 还会算账 算得又快又好 简直就是王牧娘娘身边的仙女下凡脱生的 赵秀几乎天天都要听他夸一遍自己 练皮练皮 练皮早就练得厚了 轻壳一声 把账交给卢妈 您拿给祖母瞧瞧 可有什么错漏的地方 怎么会出错呢 大姐就从来没出过错 话虽如此 卢妈还是把纸交给张氏验看了 张氏扫了一眼 没发现什么错处 就交回给他 照这个术 让账房拨银子吧 要尽快做好 卢妈硬了退下 赵秀正想跟祖母说一声 就回房继续练习 忽然见到小哥哥赵伟 从外头疯一般的冲了进来 脸色十分的不好看 祖母 大师不好了 孙儿在学里听人说 太子殿下代父领兵出征 挡住了轻人的攻击 可他却中了轻人一箭 伤势不好呢 这太子殿下不是别人 正是广平王 授封储君才不过三年 他对赵家小二房祖孙 有救命之恩 再造之德 还将亲信的卢云鹏 派到他们身边做保镖 一流就是五年 因此张氏祖孙三人 对他十分的感激 听说他在战争中受了伤 张氏脸色都变了 这是怎么回事 即便要领兵出征 太子殿下也是主帅 其他将士在做什么 竟让主帅受了伤 孙儿也不知情 只听说是战场上射来的乱箭 赵伟脸上布满了焦急之色 这可怎么办呢 辽东去上海有三千多里路 消息传过来 定要花上不少时间的 殿下受伤 一定很久了 也不知如今伤势如何 赵秀立刻就发现有不对劲的地方 太子殿下带皇上领兵出征 不是开船不久的是吗 我记得大军开拔 是在二月二龙抬头的时候 祖母听说后 还道那是个好日子 吃不到两个月的功夫 就算太子殿下刚到辽东就受了伤 消息传过来也未免太快了些 现在才刚到三月下旬呢 张氏脸色又变了变 她不是寻常宅门妇人 对着军国大事一窍不通 她是本朝威望最高的老将遗孀 当年老郡公出征 他虽是守在家中平静度日 但也对丈夫在边关的安危颇为关注的 有些常识 他心里非常清楚 从京城到辽东锦州前线 近千里路 大军开拔 就算是急行军 一天走上百里 也要花上十天左右的功夫 资重步兵就要更慢了 不过辽东兵力充足 太子很可能是带着清兵先行一步 大部队在后头跟上 他二月二才从京城出发 到达锦州 怎么也要到月中了 若是这时候就跟清兵打了一场 受了伤 也不是不可能 但他身为储君 身份贵重 受伤的消息传到京城后 照理说 是不应该外泄的 更别说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内 就传到了两千多里外的上海 连私塾学堂里的小学生们都能听说 如此的流言纷纷 人心惶惶的 对朝廷可没什么好处 除非这是有些人故意泄露消息 想让天下百姓都知道 太子受伤的事 太子的伤到底重到什么程度 张氏心中思绪烦乱 最后下结论道 无论这当中是否别有内情 太子殿下受伤 绝不会是空穴来风 我们许得打听清楚才行 感谢观看